大家好,我是Winna 刚刚在楼下的超市买了大红枣,还有葡萄干,还有我们这个红糖 大家猜一猜我今天要做什么 先焖上蛋米饭 米饭就是要给它蒸上 因为我们通常有剩等米饭的时候才会做这个 今天因为我要配合着一个我们即将要到来的生机大会的视频 需要的一些素材 然后觉得也给大家完整的做一次阿姆斯 我们在家做的顶多就是有个红糖,有个黄油 今天晚,不是晚上,今天有葡萄干,红枣,这些都有 水量靠,感觉来,定不住的时候再加点水 好了 忘了一个小环节 因为它是直接拌着吃的,所以不能太淡,我们加点盐 这个小绳 可不可以太咸了 就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办 白 还有爬身有点硬 因为要去北京拍这个羊主烤肉,所以现在我们家到处都是羊主 小绳子 市面上的超市里面这种葡萄干呀,一定要不论是直接吃还是怎么怎么样吃 一定要泡一泡,因为它可能就里面的东西也比较脏 没准新疆的就不一样了呢 这是我们的黄油 黄油 绝招 密入器 米饭已经蒸好了 我水放的多,这样才让它拌的时候就好拌吧 朋友也容易化 接着我们的黄油 黄油 然后一半 现在还是保温的状态下 所以它黄油也特别灵硬化掉了 哇 看得好好吃 好好闻 它这个黄油的香气就超得 这个饭好香 饭就做好了 选那个字 你让那个吗 没有 对 我的葡萄干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可能只有吃的时候才能知道有个葡萄干 它跟炒成 大锅吃 大盆吃 鸡肉吃的有些东西 我又要吃东西 不需要吃东西 我已经吃了 没得多吃 我已经不得了 现在要过来拿袍子 定做的那天买 这袍子大家听见吗 这个小朋友的衣服你能穿见到吗 上次我买袍子的时候 我看上这个 然后没有我的尺码 就比较大 所以定做了之后 等了挺长时间 终于到了 那个颜色都很好看 很好看 那个颜色 这是小朋友 这边的牛肉 这边 好吗 吃一碗的好吃 没有鸭肉 没有鸭肉 好吗 好吗